第2175集 风云再起 并且明说圣君乃是排除异己动摇九重天阙根基 双方骂战已经如火如荼 目前东皇天全面备战 妖后在返回妖皇天的途中遭遇大量不明人物袭击 身负重伤 回到了妖皇天 据说乃是域外天魔所为 圣皇宫对妖皇天中的天兵阁所属展开了围剿 妖皇天势力全力维护 目前已经打得血流成河 还有 莫天姬脸色沉重 转头看着季墨罗克迪 还有苗布通三人 季墨的天兵阁已经被彻底打散了 急去残余势力 流落江湖 罗克迪 你和普通两人建立的势力也同样被打散了 目前伤亡很大 侥幸存活下来的 基本上也已经不知所踪了 还有四娘 你手下的天鹊一群狼势力 也已经被打得星流云散 谈谈的天兵阁被直接剿灭 谈谈一怒之下 独占包括赤北天 炎阳天地龙幻影在内的六大高手 重创四人 谈谈重伤 不知所踪 目前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浮屠天天地莫回尘 与大罗天地紫无极 宣布支持东皇的决定 绝不接受圣军命令 而且据说在圣军圣路之下 这两大天地已经变作了战场了 墨天机的脸上有绿之色密布 九冲天阙现在已经变成了巨大的战场 难得有安稳的不战之地了 有许多隐世多年的不是高手纷纷出山 所有天地的秘密力量 也在显尘还 所有隐秘的组织接连粉末登场 各种从步行走于阳光下的杀手组织 横空出世 大家纷纷参与了一场天地大劫 各大超级门派倾巢而出 各自选择支持各自的天地 江湖上也是一团混乱啊 这就是咱们在这山谷中一个月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整个九冲天阙算是全面开始了重新洗牌的大动作 这片天彻底的乱了 这一连串的劲爆消息简直就是一连串的极为闪电 砸得刚刚从山谷中出来的十六个人头昏目眩 一时间竟然无所适从 要说起来 那要真是一连串的极雷闪电 众人反而不会惊讶 就是那几位女士那也是不怕打雷的 但这样的一连串情报下来 众人是真心的震撼了 甚至有点傻眼了 吉莫 罗克迪 苗悟通 谈谈 这些人辛辛苦苦 几经辛劳所建立下来的天兵阁 已经被打得星云流散 若单纯只是天兵阁土崩瓦解 那也罢了 有来有去 有去有来 没有了可以再见 再聚人手再起风云嘛 可是一干兄弟的情报 也是不妙到了极点啊 谈谈重伤下落不明 孤独行不留情 大败窥书之下不知所踪 谢丹凤呢 护颜奥波呢 顾妙龄呢 还有其他的兄弟们呢 天兵阁的部署呢 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了 腰皇天那边 已经展开了明刀明枪的大战 突然间各个方向 都是太多太多放不下的事情发生 一时间每个人都是心乱如麻 难以平复心境 楚阳和墨天机两人同样面尘如水 半上无语 其他的兄弟们 一个个眼中如玉喷火 鼻息羞羞 老大 你说现在 怎么该怎么办 董无伤率先跳起来 有些急不可待 是否马上出去 砍死你那把狗娘养的 砍死 可以啊 墨天机慢吞吞的抬起头来 只是我想请问 您打算怎么砍死那些人呢 墨天机和楚阳的表情一样沉静 一样的平静 约是到了这种恶劣的无以复加的地步 两个人的反应 却是愈发显得平静 古静不波 波澜不醒 因为两个人都知道 更明白 若是在这个时候 自己两人先一步焦躁起来 那就真的全完了 大家各自回去原本的势力范围 重整战力 与他们干干你死我活的 凭咱们的根基 绝对有得打 就这么办吧 董无伤恶狠狠地说道 杀起冲天 如果这就是你的全盘策略 我只能给你两个字 愚蠢 莫天机一声断喝 现在 立刻马上给我闭嘴 董无伤嘴唇动了动 好像还想分辨什么 莫天机和楚阳的两道目光 如影随形地跟了过来 谢丹琼急忙拉拉拉 董无伤的衣袖 阻止他说下去 董无伤顿时如同泄了气的啤酒一般沉默下来 呼吱呼吱地喘着气 莫天机缓缓躲步 楚阳眉头紧皱 眼神几乎凝住一般 第一点 玉外天魔增钉子霄天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且先不论玉外天魔老巢那边 是不是真的塌陷了 只是这个时机把握就有些不对劲啊 楚阳淡然说道 若是事实真是如此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假设 圣君与预外天魔方面 很大机会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莫天机点点头 是的 这个进犯时机实在是太凑巧了 就算是他们之间没联系 也变成了有联系 再者 貌似也是为了制造理由 起码 我们都能肯定 妖后遇袭重伤 就绝对不是什么 玉外天魔下的手 如果天魔方面 真的能够在某一天潜伏下 这么多的高手来 相信直接占领那一天 那也绝对不是难事 楚阳点点头 但也不会是圣君亲自动手 相信圣君不会如此不治 在这个时候亲自动手 两人对望一眼 同时开声说道 既然不是圣君亲自出手 仍能重创妖后 也就是说 圣君手里还有大量的隐藏高手 想要让妖后这种巅峰人物受伤 一般的高手根本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 特定环境巅峰高手 有没有可能是 妖后在此前就已经受了伤呢 楚阳皱起眉头 我们离开中极天 可是就只有妖后一个人 在牵制圣君了 以妖后的脾气 跟圣君打上一场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而以圣君的脾气 有这么一个重创妖后 乃至杀了妖后的好机会 他不会不利用 只要妖后战力不全 再有一些个高手的围攻 如果还有相对特殊的地理环境 对 这个猜测也很有可能 只是纵人妖后此前受了一定程度的伤势 却仍然不是一般的巅峰高手就能让他再次受伤的 我还是更倾向于圣君手中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力量 莫天机说的非常笃定 而这股力量还是异常强大的 一百万年的万圣真灵 能培养出什么样的高手来 实在是我们难以预料的事情 至少这部分实力 是要与圣皇宫原有的已知完全的区分开来 而且绝对不容有丝毫的轻视 众人缓缓点头 此外就是几大天地的动乱 东皇天 有东皇亲自作证 相信问题不大 妖皇天现在已经打起来了 孤独情不留情那边 也需要支援 季末不通谈谈小郎那几方天地 也都处在纷乱中 都需要救援 还有奥歇云那边也是一触即发 总之各个方面都需要人手 都是刻不容缓 万分紧紧 但现在的情况绝对不允许我们分兵 一旦分兵 只怕就正中了圣君的下怀 他很容易就能找到机会 把我们各个击破 那你说要怎么办 董无伤和季末同时怒吼一声 难道就看着咱们的兄弟处在水深火热中 什么都不做吗 闭嘴 楚阳怒吼一声 静止打断两人的质问 如果你们两个只会说这种一起话 就不要再说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冷静 任何一点的疏忽都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着急没有半点帮助 听明白了吗 如果这话是墨天机说的 董无伤和季末只怕还要再争辩几句 但这话出自楚阳之口 两人却及时住口 楚阳老大的权威没有人可以质疑 也不容许亵測 墨天机的额头上 有青筋在隐隐跳动 现在只是着急 只是蛮干没有用处 眼下的首要任务 是先找到一个安静稳妥的落脚点 董无伤寂寞罗克迪 负责巡逻 保护 我和老大清武两位嫂子 还有泪儿 乐儿 丹琼不通 四娘等人要开会 好好说了一下 眼前的混乱局势中的脉络 他深深的喘了口气 此乃 关键时刻 万万不得行差踏错 更不允许有任何人轻举妄动 这段时间里 天机的话就等同于我的话 违背天机的话 就等同于违背我的话 楚阳补充了一句 楚阳是真正害怕这里的 那个兄弟一时意气 急匆匆的赶去援手 那才是真正的糟糕 不要怀疑 董无伤寂寞罗克迪 还有苗不通 都能干出这种事来 所以这个预防针 还是早打得好 为何开会不就我们啊 罗克迪刚叫出来 就被楚阳狠狠地一眼瞪了回去 为什么不叫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这种 总爱大呼小叫的臭毛病 莫天机恶狠狠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三个 谁要是再敢多说一句话 立即降为老妖 老大刚才说了 我现在说话就算数 三个人顿时 静若寒蝉 当真的不敢再说一句 楚阳心中沉了一下 现在的情况 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单从莫天机的反应 就可以看得出来 莫天机居然如此暴怒 而且还要集众人之力 梳理整件事情的脉络 喝止董无伤三人 甚至要借用自己的说话 以现在种种迹象判断 自己脑海中感觉到的那团迷雾 只怕在莫天机的脑中 也同样存在 而且因为这么多兄弟同时出事 莫天机也是真正的方寸大乱了 就现阶段而言 根本就没有重点关注目标 因为到处都在出事 每一处都应该是值得关注的目标 根本就管不过来 已是半刻之后 一间由人力造就的石头地穴 就已经成形 由三大护卫出去守卫 形成第一道防线 然后又将董无伤 罗克迪寂寞三人赶出去 做成第二道防线 其他的十个人 脸色沉重的做成了一圈 与会人员 楚阳 莫清武 莫天机 铁补天 乌倩倩 莫泪尔 楚乐尔 四娘 苗不通 和谢丹琼 这次讨论 莫天机主动提出来 说自己补充 然后众人提议 各输己见 由铁补天来主持全局 这个决定 让楚阳和铁补天 都是赞赏不已 因为莫天机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 虽然自己现在勉力装得若无其事 可现在 心里头已经有些乱了 几乎就是方寸已失 再难维持洞察先机的冷静心态 本集故事依然由至尊逢武赞助播出 欢迎大家